我们前面说了这个中阳异音 这种很轻的 有没有道理呢 自古为什么中男轻女 现在科学 我们发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男人占了一个外 其他的染色体 我们男女都一样 全是X 唯独这个 这个性别染色体 女人也都是X 全都一样 那男人多了一个Y 那这个Y从哪来 是不是从父亲 父亲又从爷爷 爷爷又从爷爷的父亲 是不是这样一路下来 那女性呢 她也要传呢 但是这个X 因为男女 比如说爸爸妈妈 这个两个 其中各娶一个 那她可能娶到爸爸 那可能娶到妈妈 那同样 可能这个爸爸 这个是源自爷爷奶奶奶 可能源自老老爷奶奶 所以说女孩这个船 她船船 她不一定是哪一边的呢 她船自然是遗传 这个是丢不掉的 这个基因是永远在的 但是 她就搞不清楚最后谁家的 男人 男人她永远是 我们一脉传承 总有一个 是 不变的 我们总能找到这个根 哪怕就这一点 其他全都是 X这边的 别人家的 也无所谓 那我们无可考究了 所以说古代人很聪明 他就是 就是多多少少 但是 可能这个 很多X更重要 也说不定 但是现在科学 无法解释 无法清楚的 解释这些东西 但是这个 永远是没有错 所以说 自古就有 这个家族传承 传男不传女 包括师徒 很多也传男不传女 因为 你跟他 有一脉相承 我们道家 尤其讲究这个 成父 连作 就是你出了问题 家族 要替你 单 子承父业 负债子还 子债付还 那现在不讲 搞不懂 这个理由 价值就在这 所以说 这个 就是说 男人 什么身体强壮 女人 这个 那这些 我们 再不追究这些 那 这个 是永远不变 可以找得回来 那这就是 科学道理 这就是我们 能够 能够发现 那除此之外呢 男人 还有哪一笔 女人重要 那我们过去都是天尊地位 是吧 其实 各分其直 各守其位 男女有别 也无所谓平等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类 男人该做男人那是女人女人样子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些 我们 各四其之 各得其所 这就好了 这就对了 那我们 下一节课说说这个 男女 这个 一夫一妻 你像这个 藏族 他有一妻多妇 有一夫多妻 那我们自古呢 古代人 他都是 好像大多数 都是 一夫多妻 很奇怪 尤其 有家 有市 那我们 现在叫 一房 二房 三房 这些 说起来比较难听了 那在过去 那是家大业大的表现 那代表一种财产 一种管制 那你刚才学过这个 八字命理学的 就是 我克者为其才 那才 包括工具 这些是为我所用 我能驾驭得了 那你驾驭不了 反过来 他就反制你 就是比如说 这个土多 木折 明明是木刻土 那他就反制 你就 反而破产 反而受其累 反而被 女性反过来压制 这就是其中的道理 那就是说这个 你发现这个 有一个壶 配几个茶碗 没见过 一个茶碗 配好几个壶的 那 那他就是这样的 你走吧 但是现在社会呢 我们又回归 又强调这个 一夫一妻啊 其实也很好